就比亚迪元plus这个车 我不知道什么人在买 我可简直是工业垃圾 你明白吗 我开了这么多车了 电车也开过很多 我不是没开过电车 就唯一这台车 今天跑了一个小时 差点给我表妹跑吐了 不是那种心里感觉的要吐 就是生理上的要吐那种 你明白吗 就是他这个车的车身跟底盘 你就感觉它是分离的 你明白吗 就感觉完全不是这一体的 你就别说他了 就我自己开着我都有点想吐 我这么多年 干汽车媒体这么多年 开了这么多车 就这台车能给我这样的感觉 比亚迪 我感觉他们的这个底盘 就完全没有调教过 就直接撞上去 你就跑去吧 就没完全一点调教都没有 你明白吗 最让我想不通的就是 就这么一台车 他一个月竟然能卖一万多 两万多台 都什么人在买这种车呀 很多人说中国的消费者 就不懂车 我现在感觉真的就是这样 但凡他开过几辆车 你不用开太多 你也不用开太好的车 你就找几辆十几万价位的合资车 你随便你去开几辆 你这车你就开不下去 你明白吗 好多人说比亚迪 什么性价比高 我也不明白的性价比高到哪去了 这好歹是一辆十几万的车 你知道现在十几万能买到什么车吗 十二三万都快能买到雅阁 你们看现在雅阁是什么价位 你换个七八万块钱 现在思域最低八万多都能买到了 七万多都能买到一兰特了 你包括别克的V脑头 也是七万多 最低甚至六万多 这些车哪个车不比这个车开起来舒服的 就算是电车 你可选择的也很多 大众的ID系列你去开一下 你再开一下这个车 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你明白吗 你就算你不想买大众的 你就算嫌那个车小 ID3太小 你去看一看 广汽IN也是国产车 也比这车强太多了 什么破玩意儿 哪怕是别克的那个 有改电的那个 在我的这边评价都非常低的那个V蓝6 也比这车开起来舒服 人家起码是个正常的车 最后感觉他就是个老头热水瓶 你明白吗 他甚至都已经不能算是一辆汽车了 我说国人真应该去吃点好东西 别整天就去吃点这种垃圾 没见过世面 你明白了 太丢人了 开这种车 这是谁能去吃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